嗨 大家好 我是凯君 哈嘾大家好 我是凯君 我们要见面了 那么今天的KOKOKO獎 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以物多用的好产品 以物多用的好产品 是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那我出门不喜欢带太多东西在身上 因為除了重量很重之外 但很多都覺得好麻煩 是 所以凱旭老師啊 我們到底有沒有那一種 就是一個產品 然後它有很多種用途 也就是說它這個 同時兼具很多功效是不是 是的 那我今天呢就這個帶來 準備了這個 真的很好用的這種 多功能型的保養小物 要分享給你 好那像我現在手上 要拿的左邊這個就是 這個玫瑰果的萬用護膚膏 另外這個右邊這一支呢 就是玫瑰果的抗皺精華油 那這個萬用護膚膏呢 它有什麼樣的功能 當然它最重要的是 它富含高濃度的 這個玫瑰果的 這個精華的萃取 那玫瑰果的這個果實呢 經過冷壓壓榨出來的 這個油脂呢 它富含非常豐富的 維他命A、C、E、E 還有這個癢麻仁油酸 對於肌部都有很好的抗氧化 修護符紋 還有緊實的功能喔 所以它對於這個保養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但為什麼我要特別介紹它 是因為它的劑型很好 是像這樣子膏狀的狀態 好看得清楚嗎 可以 因為它的這個設計非常輕巧 比手掌還小得很多嘛 好所以它的包包是很方便的 再來它附有這個挖勺 好取適量 它可以怎麼用呢 我嘴唇乾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補充在嘴唇上 我出去走路的時候 冷風一吹馬上臉要立開了 馬上你可以取適量 補充在臉上 頭髮一直靜電打結了 取適量 你可以做一些滋潤 好那它比較好的是因為 它是這種膏狀的狀態 所以呢 如果你是怕太油膩的人 你都可以用 因為它其實就類似像是 護唇膏那種質地 也就是說它兼具這個滋潤感 但是它又不會太油膩 好那其實簡單來講 也就是說你全身上下 覺得乾的地方 你都可以擦拭 或是說皮膚啊 頭髮啊 指緣 很多女生指緣是不是都會乾臟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用 好 再來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是超級乾性的肌膚 你會有這個很嚴重的這個 紋路產生有可能 對不對 或者是越來越冷的時候 你的這個脫皮的現象 變嚴重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當然在滋潤度上面的補充 必須要更多嘛 所以我今天又帶另外一個 一樣是NRK這個品牌 它推出的玫瑰果油 玫瑰果精華油的產品 那這個玫瑰果精華油好的地方什麼呢 它含有99.95% 超級高濃度的這個玫瑰果精華的這個果油萃取 好那來自哪裡呢 來自保加利亞 濃度純度最高的這個玫瑰果油 好那它最好的是什麼呢 它對於這個肌膚有立即修復乾燥受損的肌膚的這個功能 還有什麼 補充我們這個肌膚呢 因為缺水產生的紋路 紋路它可以補兵滋潤度 補充水分 好讓你的肌膚規復彈性跟年輕的狀態 那它很好喔 它在很多的高級的護膚品牌當中都很喜歡用 因為呢 我可以放在手上可以靜點點看喔 它的油淬煉出來就像黃金的顏色一樣 當中其實還有很好的這個BETA蘿蔔素 維生素微量礦物質 它對於肌膚真的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為什麼這個有受歡迎的原因 是因為它特殊的附著能力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說我們把它推開之後呢 因為它的分子很細小 它可以深入到肌膚的深層 開始進行活化跟修補 對於肌膚的表面來說 我們把它塗抹上去之後 它又能夠創造出肌膚的光澤感 好 那我個人很喜歡它的原因是 比如說我們在幫模特兒化妝 想讓粉底更服貼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先利用這個玫瑰果油 先做臉部的按摩 按摩完之後再上妝會變得非常的服貼哦 那麼再來另外還有什麼呢 比如說我平常可能覺得 常常在做頭髮做造型頭髮真的變得很乾燥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一個月做個兩到三次的頭皮 或者是髮絲的護理 不管你用在頭皮的按摩 或者是在髮絲的潤髮 這個東西都非常適合 就是玫瑰果油 還有什麼呢 泡澡 泡腳對於身體的血液循環有很好的幫助 但是如果你泡過熱的水很容易讓肌膚的這個皮質喔 容易流失反而變得更乾燥對不對 所以呢你在泡腳或者是泡澡的時候 你可以在浴缸當中或水盆當中滴個三到五滴 你會發現到你在泡澡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會變得更放鬆 因為它其實可以釋放出一些玫瑰的香氣 另外一個護分是它可以提供滋潤度 所以你泡完澡之後 你反而會覺得肌膚非常的細緻 柔滑 好所以分享幾個這個好用的用法 給大家知道